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正常的这个这个想象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正好来到了50天和季度线的这个50天均线和季度线的这个压力位 如果他能够在这个50天均线和这个季度线这儿获得一个震荡 这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哪怕他季度线撑不住他 他到这个13200这块就再往下 他再有一百点的跌幅 就是纳指这块而言 在这块能够震住横住 其实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说明什么 就是他起码别再跌下来了 说明他如果在这能够横住的话 他就没有意愿 看这个12750和这个12650这一线 也就是说 这个200天均线往上走 为什么我有说200天均线 您这不是125500吗 因为他不是说一天就掉下来 他这块呢应该有一个小的盘整动作 往上再走 现在呢可能本周啊大家都在等待的是什么 就是美联储的会议纪要 这将在这个本周又发布 鲍威尔如果还能够在这种大通胀的情况下 一如既往的保持鸽派 可能市场呢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稳固 你至于你说我网上涨 能涨到哪去 我现在看不见 这块咱们真的不清楚 涨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啊 这块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压力位 首先来说这是20天均线的压力 对吧 我们把这个 把这块你看 不是正好有20天均线吗 同时呢这块呢又是一个颈线的位置 颈线你可以走到那个收盘价 你也可以走到这个最低点 你要走到最低点 你看基本上就跟这个20天均线这块 持平 5天均线呢就甭说了 就是再往前呢就意义就不大了 30天均线 基本上就是完全的跟这个咱们这块 颈线啊 持平 就是2030日均线这块的位置 正好又是他的颈线位置 他及时往上反弹 在这呢 就是13650之上 这块左右的位置 也应当是受到一定的阻力 而现在的这个盘前下跌呢 我们可以看 由于夜盘消化了这种下跌 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当然了 他如果在这块夜盘的时候你看啊 大家可以看在这如果要是说 他直接就往上走了 在开盘的时候 因为这正好是8点半的时候 我们大家来看 对这块是 7点啊 7点半的时候啊 7点半的时候 在这块 如果他要就往上走了 那当然最好说明呢 呃 导盘的交易员们呢 对于这个股指啊 往下跌呢 还是 多头呢 还是愿意更出更大的力量 但是现在呢 他既然已经走下来了 走下来了呢 他的五分钟线 应当是在这里 由于啊 他在这起来也就起来了 在这就没起来 由于他这个离灵轴啊 就有点远 有点远呢 他可能就得 我们现在不用看量啊 因为这个五分钟的量 你看不看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我们就 我们可以看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应当呢 还有一脚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应当是 在大约是 45分钟之后 正好呢 那会儿也就是刚开盘的时候 那么就看开盘的那一刹那 能不能被 拉起来 就是正式开盘 我咱们现在说的不是 这个 股指期货已经开了 就正式的指数要开盘了 正式的指数开盘了之后呢 如果呢 一刹那被拉起来 那他就会 逐渐的向 这个灵轴 运行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 这种 回调 是什么样的回调呢 是一个小时 就从股指期货上来看 是一个小时级别的回调 小时级别的回调 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是 我们 通常所说的 黄金四小时 因为黄金四小时现在做一个V型底 实际上是不太好的 明确跟大家说啊 黄金四小时做V型底是不太好的 现在呢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我上次 跟大家说过一个 我说很有可能 这个黄金四小时 要走的是一个 头肩 头肩底 大家看啊 这是咱们这个黄金四小时 我说很有可能是走出一个头肩底 至于这个肩 是往下下跌多少 是是这种缩编 还是这种平坚 还是斩编 我觉得呢 可能缩编的 这种概率比较大 平坚的概率比较 那缩编缩到哪呢 缩到这个13 175到13200附近 啊 就是得缩 得缩到这块 啊 得缩到这个 黄金四小时有一个缩编 那么黄金四小时 如果要缩编的话 今天上午肯定是费费了 今天上午肯定是费费了 但是大家呢 也不要 过多的担心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四小时 往去拔的有点 太猛 咱们早就说过 说是这个黄金四小时 这个地儿啊 应当是再踩一脚 在这儿的话 其实在周五尾盘的时候 就应该 有一个小的回落起来 然后我当时说的 我是最好是 能够给让大家 过一个好的周末 是怎么样的 就是尾盘 就别跌了 啊 等到什么事呢 就下周 经过这一两天消化 再做一个底 啊 再做一个底 这样等于做一个 一底二底三底 然后起 然后底下呢 实际上等于是一底二底 然后前面是一个甲底 然后这样起 往起起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横住 现在呢 我们不要指望着说是 像去年那种单边的行情啊 基本上是没有了 我们只要能够 我们就盼着它 它能够在这个位置横住 啊 比如说像这块 这不是已经回调了吗 回调呢 最好是别啊 破这一半的位置 就是13250啊 一个250啊 最好是别别别在这 如果弱一点的话呢 也千万不要破它 这三分之二 就这1320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 13200这块 既有 把这打开啊 既有 这个120天均线 就是13150到13200之间 又有这个斐巴拉切的支撑 如果到了这 它能够撑住了 哎 我们呢 就说啊 它可 有可能就是要走一个横向发展 当然了 如果它再强势一点 能够让这个 13330 能够彻底撑住 也就是季度先撑住 今天收一个小十字星 啊 就是在这块 我们可以看 这个13426 到这个1333 0 这块 13330 这块 这个之间 如果能够走成一个 窄幅的这种 收一个小星 两个小星 三个小星 经过这个 三四天的消化 那是最好的 那说明啊 那只很有可能 会有一个反弹 哎 或者说 就在这 为什么说让它横住 有一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说不反弹 啊 他说说咱们看错了 不反弹 不反弹 他往下跌 他基本上前期的这个12900这个位置啊 哎 也就是他的底了啊 而且呢 很有可能他这横两天之后呢 他不会再探这个12900 而是在这个13000的整数关口就会守住形成一个底部抬高准备反弹的态势 这样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短期的警报解除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虽然大家现在老说通胀 由于啊 这个通胀就跟狼来了似的 现在呢 狼是真的来了 大家呢 可能也已经把这个 呃 通胀的预期 price in到现在的股价当中了 该跌的 也就都跌完了 啊 那再跌呢 他可能也就跌不动了 但是现在唯一一点不好 我跟大家一直强调的就是星期四呃 星期三星期四上周三上周四下跌的时候恐慌盘没有杀出来 恐慌盘没有杀出来的情况就不是特别好 恐慌盘如果杀出来了就是就说明什么呀 放出大量之后 然后突然间一个缩量 这样呢 就没有人再交出筹码了 就是基本上你在杀 在杀也杀不动了 没有人卖了 他的交易就非常惨淡 但是周三周四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现在唯一值得担心的 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是 这出一个十字星 不能说是一个十字星 这出一组十字星 一个两个三个 这么一个十字星横住 然后呢再去走 然后成交量呢再逐步的萎缩 那说明恐慌盘虽然没有杀出来 但是交易意愿已经清淡了 就是大家不恐慌 但是没有人再愿意交出筹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说明膨胀的预期 基本上已经达到股价之内 这样的话 我们会赢得一个 个把月的 这块可真不是说好几个月啊 就是或者说叫个把周 可能更合适 个把周的一个横盘震荡向上 这样就基本上就会稳定住 但是呢我对总体的研判那块说是有一个咱们周日的题目嘛 叫可能就秋季杀戮存在运降当中 这个呢到现在来说没有任何改变 主要还得看这个股市怎么涨啊 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通胀来了之后会先有一波涨啊 就是疯狂 然后由于通胀进入这个恶化 然后呢股市极度急速下跌 然后趋于平稳之后 然后再有一波涨势 就是通胀之后的涨势 这样的话呢是历史上多次的走势 那么这次能不能走出来呢 那咱不知道 那你总得有一个参照物吧 就是说历史上技术派嘛 就是相信历史嘛 相信历史 我觉得呢应当还是会这个走势 而今年的急速上涨还没有开始 前一段呢 这一块啊 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急速上涨 大家可以看啊 就这块 已经被这波下跌基本上消化了 所以这块 而且这块的涨幅啊 有点小啊 我们可以看 这块你看着是一个急速上涨 但实际上呢 也就是涨了10%这样一个空间 如果要是疯狂的话 应该是10%以上 10%以上 15%左右 我觉得这差不多 现在呢 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咱们呢 现在的网友呢 总是盼着就是说是又一路涨 那你看啊 这个四月份的一路涨之后 就夸着一路跌 现在呢 我确确实实也希望它能涨 但是我不希望它涨得太急 希望它的是小步快跑 你像这块的这个角度啊 就是已经比45度小了 我希望呢 它现在呢 最好别连45度都别到 走一个30度角 这样一个 就跟这个仙河大伸腿似的 把这腿伸出去 我觉得呢 哎 对于股市来说呢 更加有利啊 也更容易让我们把握节奏 但是市场能不能按我说的这走 那咱就不知道了 这块呢 它也许就急速 也许就横盘 也许扎一下底再起来 这咱们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但总体而言 啊 就今天的情况 大家呢 现在呢 不要的过于悲观 我们可以看 现在呢 就是像我 预估的那样啊 就是道琼师这块就更明显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可能这块上去之后 还会有一个回踩啊 再跟这个尖差不多 然后走 基本上走这样一个 头尖底的 做成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呢 不要了过度的恐慌 当然了 如果他破了这个头 这个三四 就是就 道琼师股指期货这 破了这个三四 一零零这个位置 啊 就是咱们 给打出百分之一的富裕来吧 到了这个 三四零 那个三四零几底的时候 那我们该止损一些票啊 就要止损了 啊 这个块 咱们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就纳指而言 那现在呢 确确实实啊 还是有点弱 我们再来看一下 纳指吧 纳指呢 是在 在这块 大家可以看啊 这块已经是 又做了一个小底 啊 如果他这又做一个小底呢 上方的阻力呢 应当是在 1333 1340 13340附近 因为他这不是有一个13300吗 13300到13340 他现在呢 上面的100点 就是他的一个阻力 因为呢 这个五分钟线呢 下沉的呢 有点多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的是五分钟线下沉的多了以后呢 15分钟线 就是稍微的远离了一点零位轴 说明了这个脚呢 夯的比较实 这样呢 省得他又有空中楼阁 这都不是什么特别坏的信号 大家呢 正确的去认识他就好了 另外呢 咱们网友呢 老说是我那个技术分析的训练营 怎么不出了 这个中华坏网 我跟大家说啊 我现在不是说没时间 就光找这些图 就是光找这些什么图间顶啊 图间底啊 然后这个K线的组合的图形啊 就找他会花费我很多的时间 因为咱们都是尽量的找啊 跟这个石盘相对应的 而不是找很久以前的 别人什么写过的 咱们都不用这些 都是用石盘来讲座 所以这块呢 我得怎么着 我也得整理出 那么四五课 然后统一的我给大家录啊 不是说是 呃 这个我不可能说是这总结半课 然后我就录一个 总结半课录一个 那太累了啊 我可能是总结一堆 然后呢 夸一下录上几节 然后总结一堆 然后录上几节啊 一直没有停更 呃 这块呢 大家放心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